前不久 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南站派出所接到旅客杨先生抱紧 自己的一个背包在后车大厅内不慎丢失 随后 民警按照杨先生回忆的近战路线调取了公共视频 这个就是杨先生 你看着他背着包过了这个安检仪 但是你看他过了安检仪之后呢 并没有拿走他的这个背包 而是落在了这块 这个时候你看他后面又来了几个人 因为后面这几个人比较多 所以你看其中一个人过了安检之后 认为前面杨先生遗落的这个包是他们自己同情人的 所以就顺手拿走了 很快 民警在后车大厅找到了错拿背包的男子 并迅速赶回警务站跟杨先生确认 你的包是什么样 是这样的吗 对 是你的吗 你先看一下东西 有贵重物品没有 里面 有 平板在这 看东西少没少 没少 没少 经过检查 杨先生包内的一部平板电脑和700元现金均未丢失 据了解 暑运期间 旅客行色匆匆 安检仪 后车式座椅 车厢行李架 都是遗失物品的高发区 旅客潘女士从青岛乘车来到北京南站 下车时将自己的双肩包移忘在了车厢内 包内装有4万元的现金 经过了解潘女士此次来京是为了给孙子过生日 带来现金以及很多家乡的特产 由于行李较多 所以下车时一时疏忽 将装有4万元现金的背包落在了车上 还是抓紧存起来吧 出门还是少带现金 这一天我就大快就飞出去了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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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给你们添麻烦 没事没事没事啊应该躲的 嗯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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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